你好 我是某知名购物平台的公读生 面对陌生人推销APP 王小姐色豪不声色 29岁的她 现职饭店客户主任月薪33K 面临观光业萧条 少了绩效奖金 薪水长期凍涨 根本存不了钱 只能兼采 房租最少就是1万块 那1万块的部分呢 是不包含水电的 那像最近就是天气比较热的话 我们就是电费支出也很高 因为我们电费的话是1度6块钱 对 那所以我觉得 房租跟水电部分就占了大部分 还有这位黄先生身形壮硕 搬椅子爬楼梯毫不费力 但他原本是在补造业上搬 薪水只有26K 靠着当搬家学徒 洗飞机等劳力工作兼差 月收入增加到47K 身体却经常吃不消 有时候老板就工作内容 没有讲清楚 或是不符合原本说的工作内容 然后搬这个大树干 270公分的 一楼搬到十楼之类的 然后来回十几趟 防护措置都没有 然后就直接板 所以手都会常常会有破皮的状况 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 公布7月份薪资统计 受雇员工平均本薪为40933元 但人力银行调查结果 实际情况却多有落差 有6成4 甚至是曾经领到 22K不到的一个窘境 7成7的上班族 目前有这个兼差的一个计划 而且预计每个月要投入32个小时 目标希望可以赚到大概12K左右 但人力银行提醒 非典型就业的兼差打工 对职业长期发展帮助不大 想要扭转职场心酸 还是得找出能力强项 深度耕耘才是根本之道 大海新闻李建宽台北报导 之道 那里能够 栿elson 最好 孖日版本 误 чер的 是